韭菜在大棚里 现在买的都是大棚货 在大棚里长得老快了 根又粗 叶培如大 好吃吗 说不出来 这是我上次种的 一直没给大家交作业 因为在地上我种的老多了 一直是地上的 没吃到这个 正好今天要用到韭菜 就拿出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收割非常简单 直接贴着镜 然后旗根把它全部都切掉就行了 种韭菜 它洗水 我们土表干了 及时的浇水 这样它就不会出问题 放到一个光绕充物的地方去 叶片会长得比较宽大 比较肥厚 第一茬韭菜长出来以后 它的叶片就不是很宽 就像现在这样 但是等到后期 你养活好了以后 它长得韭菜 根子粗 叶片宽大肥厚 根系长好了 它叶子肯定长得好 之后我们这样切完了以后 记住 不要着急去施肥 因为我这个盆是比较施的 建议割完了以后 等它的铜面稍微干的时候 下次浇水的时候 再去给它补充肥料 一般建议大家 在家里自己用花粉种 用有机肥 什么有机肥呢 发酵的牛粪 羊粪 骨粪 肥 这些都行 只要发酵好的就行 因为这样是用上以后 肥酵快 它吸出快 我们直接再盘头表面 稍微刨一下 打上了 然后浇一次透水 下次搁之前 几乎不需要施肥了 再搁一次 然后再去施上一次肥料 根系长好了 杆子越长越粗 叶片长得宽大肥厚 不比大棚林买的差 而且自己种的纯有机 绿色 安全无公开 喜欢吃的 可以去买点韭菜根 煎菜种就可以了 现在在家里 室内温度又不低 对吧 我这个花棚里温度 也不算太高 但是这样能够生长 喜欢的话 去买点韭菜根种一下吧 方法交给大家了 但是放到 瓜绕充足的地方 长得才会快啊 其 姹